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看我这个头饰没有 本来今天我的计划是穿上这一套以后呢 配上我这个头饰 然后等我的朋友都离开了之后 我才发现我忘了带了 于是我就又把它戴上了 怎么样 我觉得因为是最适合我这个衣服的 是有点怪怪的吗 我觉得不是 你仔细看一看 应该是比较漂亮的 于是我坐在我家楼上的这个 圣诞祝贤 再给大家录一个小视频 我今天是有点喝醉了 我刚才录了一个 我喝了四杯 喝了四杯香槟 不好看吗 我觉得挺好 很俏丽吧 是不是 我喝了四杯香槟 好像是还是 话又未尽呢 我很喜欢这个醉醉的感觉 因为年轻的时候总是那么把控着自己 基本上没有这种喝醉的经历 但是今天我 二十八个朋友来了 我们算是一个圣诞的聚会 所以我特别兴奋 真心的跟他们交谈 相处了几个小时 他们都带着非常多的好吃的 而且我说 我就是要你们尝你们的好吃的 我就是要想吃你们的好吃的 因为没有机会 所以 所以 真是 我觉得这种形式太好了 原来都是我 我 我做饭 原来我有很多次party的 我都会自己亲自做饭 然后我吃的也很难吃 我已经习惯自己的这种口味了 但是呢 因为我的朋友里面呢 他们有湖南人 湖北人 还有桂林的人 还有哪里 当然有两个英国人 他们男人了 不会做饭了 都是中国人嫁了英国人 结婚了英国人 还有东北人 所以他们做的那种辣鸡 非常好吃 真的很好吃很好吃 匆忙间吧 尝了其中一些 还有上海人 做的那种鸭子 哎呀好吃极了 那种味道很很很很特别 所以今天是对我一个特别 特别的一个圣诞聚会 因为原来我所有的party呢 都是party就是 聚会的意思哈 英文叫party 因为咱们中国人没有什么聚会 所以没有这个词哈 所以我们叫聚会吧 原来我的 在我家开的聚会都是 都是我做的 或者是买的 那今天就是非常特别 就是有好朋友 他们全都带着自己吃的 有喝的 鸭子 烤鸭呀 还有 嗯 嗯 坚守做的一些 这个粉丝啊 粉条啊 哎呀好吃极了 啊 所以 我就 非常享受这份 啊 是 友谊 真的 我说我们未来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在一起 我要跟你做一辈子的朋友 嗯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在英国生存的 啊 中国人 我们在 有缘在英国相聚了 啊 既然你能看得起我 来我家 啊 就是对我的 尊重 就是看得起我 所以我很珍惜这份友谊 这份情感 哎呀 所以我今天 他们走了之后一下 连喝了四杯香槟酒 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 我也很渴了 哈 因为聊天聊天 有的朋友很多 很长时间没有见了 有些谈一些生意上的事啊 有可能 大家未来做一些什么 文化活动的节目啊 所以 孩子啊 还有 尽量的去跟他们聊天呢 所以 就没有吃 也没有喝 所以基本上 就说 就 等他们走了之后 我就很放松了 于是我就觉得 哎呀 我很饿很渴了 于是我 第一次连喝了四杯 香槟酒 连喝了四杯香槟酒 我把眼睛摘了 我就看到你的时候 就色眯眯的了 你再开眼睛 我的眼睛就是 没有模糊的事件了 谁说女人老了 不可以俏理 我觉得女人 可以变得很有魅力 特别是我们老的时候 因为第一我们知道 如何打扮 然后我们也知道 如何装扮自己 因为我们的行为和言语 我们都知道 什么是恰到好处 不是吗 我觉得我们像是 酿了很久的 一瓶红酒 青春到底是有多少美丽吗 我真的 对我个人来讲 我记得我青春的时候 没有什么美丽 因为我 似乎总是那么 一天天的 嗯 嗯 伤感呢 哎呀 因为一件事情 我可以不高兴 两个星期啊 所以我觉得 那个时候 年轻时候的我 真的没有什么魅力 反而我相信 现在的我 现在的我 才充满魅力 第一 因为我 第一 因为我 内心充满了感激 内心充满了感激 我经历了一次 死亡 所以我相信 当我们还能活着的时候 我们内心是 是那么由衷的感激 没有别的词 第二 我们发现 我们的人生 真的 走到这个时期的时候 真的不是有特别 远的路去走了 然后我们似乎 很多事情我们看开了 而且呢 似乎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努力的看淡了 嗯 我们说放下 是不可能放下的 我相信 我没有一个人有能力 把所谓的放下的火 我觉得 这不是 我们要追求的人生的目标 那我非常夸张的说 如果放下 还不如说 你从你的娘胎里 你就直接走进坟墓 因为我在英国生孩子的时候呢 特别巧 那家医院 很大的一个医院 公众医院 生孩子不要钱的啊 一切都是免费的 然后在医院留三四天的时候 如果虽然你要有点小发烧 或者怎么样 它会让你平定了 然后把孩子也平定了 以后 一切正常了 检查了 让你回家 正巧那间大医院的对面 有一块很大的坟地 我当时没有想 没有想那么多 直到我得了非常大的病的时候 我就 对着那片坟地 我就想有一天 我就想 我说人生我们到底怎么活 我们知道从哪里来 都不知道从哪里去 如果我们人生都简单的说 解放吧 放下吧 那我说还不如 你从娘胎里 因为如果你从医院出生的话 还不如直接就埋到 对面的那块坟地里好了 所以我 我个人我不欣赏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那都是无极之谈 说给别人听的那种谎言 那你要放下了 所以我相信 我们自己要活自己的人生 因为你活着呢 你就活过一次 怎么活 由你自己选择 当你经历苦的时候 你就好好经历这个苦 品尝这个苦的滋味 是吧 当你的人生正处于 一个美好的快乐的时候 你就好好地 全心全意地去欣赏它 去品尝它 它的美 和它的乐 然后有一天 你的人生阶段可能就 走到一个非常谷底的时候 你可能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不管是 你经济上的情感的 还是你人生身体的 你都要面对它 好好地体会它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 那我们每一天也是这样 每天过的时候 这个平淡的每一天里头 可以活出精彩 不要小看你自己 不要小看你自己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 你醒了 你要问问你自己 啊 我想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我要做一个有魅力的自己 我要做一个健康的自己 我要做开心的自己 我不要因为我身边的这个男人的喜乐 悲哀 来决定我今天的一天 我觉得 如果你每天能这样对自己说 你就会有一个幸福的一天 啊 我非常喜欢这种醉醉的感觉 真的喜欢这种醉醉的感觉 因为几乎上没有 今天是二十八号 是二零一七年 这种淡淡的醉醉的感觉 这种 嗯 四远四近 又四幻四针的这种感觉 真的挺好 我劝你试一次哦 你只喝三杯 或者多喝 三杯 那你平时你喝一杯 然后你可以喝三杯的时候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然后你会释放一些 你固有的你自己 而且我相信呢 你灵魂的深一层的那种感触 又多的 被萌发出来 多好 活着吧 活着是最重要的是吧 是吧 让我们现存感激 让我们活好每一天 最重要的是活好你自己 女人啊 女人 你要活好你自己 让我们共勉 女人们让我们共勉 我们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 我谢谢今天好朋友们 来跟我共度这么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我很珍惜她 我会铭记 我会铭记 女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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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好吗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